大家好,我是你的投資好麻吉,晏良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純古族要搞懂的四個觀念 那有一本非常知名的財經書籍 叫做《富爸爸,窮爸爸》 這本書我想大部分的投資朋友多多少少有些耳聞 因為這本書非常非常的知名 它在大概1997年的時候出版 並且連續六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而且到目前為止被翻譯超過50種語言 中文版早就已經在市場上流傳了 所以我說很多投資朋友你都聽過 那也許你沒有看過這本書 但是沒關係 這本書暢銷的一個目標 就是要達成財務自由 那什麼叫財務自由? 也就是各位的夢想 有朝一日不必再為了生活開銷而努力的工作 那達成財務自由的條件 就是你的被動收入 要超過你的日常生活開銷 那我們常見的被動收入有哪些? 也許是收租金、包租公、包租婆 或者是你是一些文化創作者 你有版權收入、權利金收入 那當然很多人使用的是存款利息 或者一些列定存保險的一些現金給付 當然還有今年來討論熱度最高的存股 其實每年透過存股的方式來領取一個現金股息 它的原理上跟你去做定存或是買內儲蓄險 其實它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 只是前兩者它領得一個金額 它是比較固定的 但是你每年你的現金股息 會因為該年度每間公司發放的現金股利的不同 所以你最後領到的這個值 每年有所變化 換句話說 如果你透過存股 你的被動收入每一年都不一樣 所以在你要加入存股族之前呢 有些觀念你一定要先搞懂 那在本集的節目當中 我會幫大家提供了四個觀念 首先觀念一 存股票是一個長期行為 今天你一旦決定加入存股族的行列 你不可以半途而廢 那這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不斷的投入資金 並且你要有紀律性的執行動作 舉例來說你今天計劃 將來我要存100張的台灣大的股票來做存股 未來每一年就靠100張台灣大給你的現金股利 來支付每年的生活開銷 這樣就可以提早退休 就所謂的財務自由 那麼接下來你就要想 我既然計劃要存100張台灣大 那麼我要怎麼存呢 這還是關鍵嘛 對不對 那一般呢 買進的方式 具存股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依張數的方式 你可以在每一個月買進一張台灣大 那麼最慢在100個月 也就是8年又4個月時間 你就會存到100張台灣大 你就可以退休了 再來就是依預算的方式 因為你說我每個月買一張台灣大 那台灣大股價目前大概在100塊左右 也就是說每個月拿出10萬塊 那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可能沒有這麼容易去達成這樣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 就是以預算的方式 譬如說你可以每個月 每個月你的薪水裡面 停泊1萬塊2萬塊 來買進台灣大零股 長期時間來存下來 每個月每個月固定的買 總有一天你會累積買到這100張台灣大 那當然你隨著每個月股價不同 所以你每個月買進的這股數也不一樣 但是呢 終究長期下來 這100張台灣大 你一定可以存得到 觀念二 現金股力 最好你要再投入 在存到你計劃中的一個 存股的張數之前 只代表說你還沒有達到自己規劃的財務自由 這個計劃你還沒有完成 那這過程當中 你每年不是一樣 你現金鼓勵 譬如說我今年到今年已經存了50張 那我有50張的現金鼓勵嘛 那你千萬千萬不要當作是自己額外收入 你應該把這個錢 再做滾入的動作 再去做加碼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比預期之中 更早達到 你可以存到100張的台灣大 所以在觀念儀裡面 我提到 假設你每個月存一張 你最慢最慢 8年4個月 100個月可以存到 但是如果透過每年你的現金鼓勵再存入 那絕對可以比這一個 8年4個月更早完成 達到你的財務自由的目標 觀念三 不該過度關心股價的變化 常看到很多的投資朋友 他們都說 嗯好我要來當純股主 可是呢 往往是半途而廢 其中的最大原因 就是太在乎股價的變化了 其實這已經背離了純股的意義 其實純股真的重視的是 我今年可以領到多少的現金鼓勵 我不是靠股票 買進賣出來賺價差 不 這是錯的 你要重視的是 我今年領了多少現金鼓勵 記得是靠現金鼓勵 你不是靠買賣股票賺價差 來達成你的財務自由 那理論上 假設100張臺灣大你買到之後 理論上除非萬不得已 你是不賣出的 因為你要靠這100張臺灣大 在你離開這個人世之前 每年靠著這100張臺灣大的 一個現金鼓勵 來指引你每年的一個生活開銷 就除非這緊急因素 否則你不會輕易的變賣 因為當你變賣之後 你之後你的鼓勵 每年的鼓勵數字可能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樣了 不過呢 說真的 要你持有股票又不去關心股價 這個有為人知常情 世人都會想要關心股價 所以在觀念儀裡面 我特別強調 你要紀律性買進 如此以來 你可以有一個方式 紀律性買進之後 你可以達到 攀平成本的效果 尤其是你是以預算買進 每個月可能投入1萬2萬 也許更多的金額 去做買進的時候 代表說 如果你遇到剛好你股價趨勢向下 代表說你同樣的錢 每個月可以買進更多更多的股票 是不是達到更棒的一個 平均分散成本的效果 所以在長期下來 說真的 你的平均成本會在歷史的股價 像是來講是相對比較偏低水位的 也就是說 未來你看到股價 也許是帳面上股價虧損的機率是比較低 所以你的存股存得下去 如果你今天在可能也許相對高的位置 一口氣買進100張 OK啊 你還是每年領100張的一個股利 但是 剛好你買在高的位置 你看到帳面上的這個虧損 你心情壓力很難受 你就會想說 乾脆股票賣賣 我不要來存股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半途而廢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觀念有要告訴各位 不該過度關心股價的變化 好 再來的是觀念四 你該重視的是 股利而非值利率 在前面的觀念當中 我用台灣大當作一個存活例子 近十年來 整個台灣大的現金股利 大概介於4.16元到5.6元之間 那這十年的平均是5.31元 也就是說 當你存到了100張的台灣大 大概平均每年 就會有53萬億的一個現金股利 可以來因應你的一個生活開銷 那退休之後 其實每年來講 你的生活開銷 大概都相去不遠 那所以呢 每年領取的現金股利 的一個金額 它的穩定性 就顯得格外重要 因為每年你花一樣的錢嘛 如果今年 你領多領少 其實差異性就很大 也許今年夠 也許你是五十幾萬 今年你六十幾萬 你多了錢之後 拿去逍遙了 拿去出國了 但是也許明年是三十幾萬 那怎麼辦 今年可能錢會不夠用 所以為什麼追求是 股利的穩定性 那如果單純從 殖利率高低來挑選 整個一個存股標的的話 其實這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為大家知道 你的殖利率是怎麼來的 殖利率在於你發放的現金股利 去處理你的股價 所以呢 也許 這間公司每年的殖利率很穩定 但是股價變化很大 你知道差異性在哪裡嗎 今天假設 某一間公司 它每年的殖利率都是百分之五 今年 今年股價一百塊 代表說你哪會同樣一百張的話 你可以零到五十萬的股利 但是呢 明年殖利率一樣百分之五 股價五十塊 但它的現金股利可能只有兩塊半 代表說你今年只剩下一半 二十五萬的現金股利 這符合前面講的 你每年致應的一個生活開箱差不多 但是股利總額每年變化很大的話 其實你不好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 所以我才強調 你該重視的應該是 鼓勵 而非重視它的殖利率 好 那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了四個存股的觀念 想要加入存股族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更清楚的思考 自己究竟適不適合加入存股族 然後呢 要如何的靠存股 來達成自己財富自由的目標 最後 我要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無論你是透過什麼樣的理財方式 都可以盡早達成財富自由 好好享受人生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